其實你想一下 物費商櫃台 好像胡廣東 連舉手都不舉 即是放棄吧 2014年11月17日 拿手機出來 拿你們的報價機出來 其實都是跌的 新廣東的那個時間 對呀 人們說 好害怕呀 朱仔 到時喊太聲一點 其實2015年就爆 問題就是我們要拿捏那個時間點 我們沒有錯 按個號碼是不會錯的 但是時間點才重要 所以如果根據胡廣東 新廣東 要回一個月的時間的話 即是7月中 可能又有另一浪 但今浪是否已經完 我今個月是看20300年 另外有四隻股品 就是沒有講股通 包括阿里巴巴 網易 北澳 即9618京東 那些就沒有講股通在裡面 所以其實你聽到 波叔 江家座出來說 他們說 我們很快就有講股通 即是說 其實現在是一個鋪似的家園 如果你看到股廣東 和深廣東 頭一個月 大家都覺得是沒有了 這一個月 大家只是在那裡 是flag的 或者是回的 所以有個心理準備 到時可能真的 沒有了的時候 是要回的 但是錢要出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說走不了 不是說一天只有幾肥東西 然後又救不了 那怎樣走呢 就是靠這些人民幣 可以走到 還有出來又有不覺眼 那一種 所以加上他們現在 現在在大陸 你還要剛好減了那個 息子 即是來的 其實反途是沒有意思的 要不就走來做定期 要不就走來買股票 我希望 這個是我主觀願望 但是我覺得時間點上面 你要給他們時間 去get ready